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Hermelny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日前发表上任后首次重要政策讲话时说 美国需要为潜在的未来冲突做准备 这些冲突与长期消耗国防部的旧战争很不一样 奥斯汀提出了综合威慑的新概念 要求盟国携手合作 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杰弗里·霍能说 在与中共的潜在冲突中 控制海上咽喉要道 可能是日本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日本的南西猪岛链从九州的最南端延伸到台湾的北部 它由较小的岛屿群组成 包括大鱼 土嘎拉 延美 冲绳 公骨和八重山链 4月上旬 中共航母辽宁号和五艘护卫舰穿过公骨海峡 这是冲绳和公骨之间的一条250公里宽的水道 向南通往台湾 霍能说 日本的作用应该是控制咽喉要道 如果你要看一下南西岛群 有如此多的咽喉要塞 结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能力和防御性能力 日本可以完全堵住这些要塞 他表示 这将迫使中共海军要么一直绕到台湾 要么直接进入东中国海的战斗空间 而美国和日本也可以为此做好规划 并掌控战斗局势 霍能说 日本将精力放在防御上越多 无论是用反舰巡航导弹 还是用P-3C海上巡逻机来寻找中共潜艇 或者歼灭这些潜艇 美军9月能腾出资源投入战斗 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兼高级研究员 前美国海军潜艇战官员汤姆·舒加特 告诉日经亚洲评论说 日本的柴油电动潜艇特别适合这种任务 拥有25年潜艇作战经验的舒加特表示 尽管中共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建设 但有一些弱点难以克服 其中之一的就是地理因素 他说 当你看到中国的潜艇基地时 每一个基地都有相当多的潜水区 他们的潜艇必须穿过潜水区才能到深水区 从而才可能不被发现 相比之下 日本和台湾的潜艇可以直接进入深海 这是中共求不来的奢侈条件 看谷歌地图可以发现 中共的海岸被浅蓝色包围 也就是说被浅海包围 而台湾和日本东部海岸的颜色为深蓝色 舒加特说 中共海军若想从近海进入公海 势必得经过第一岛链之间的不同咽喉要道和海峡 这将为其对手美国和其盟国的潜艇部队提供机会 第一岛链北起日本列岛 南西诸岛 中阶台湾 南至菲律宾 舒加特表示 如果美国卷入冲突或冲突即将爆发之际 可以更密切地监测并试图拦截它们 我们的盟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柴油电动潜艇舰队 在咽喉要道防御方面会非常有用 4月份 日本共同社则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台海局势越来越引发日本的关注 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正式讨论台湾突发事态的相关法律 报道称 日本政府将就重要影响事态 存防危机事态 日本遭受直接攻击的武力攻击事态等各种状况 及自卫队的作用进行梳理 力图加强必要的防卫能力 澳洲国防部长杜腾4月下旬 也在澳洲广播公司的Insider节目中警告 不应低估台海爆发冲突可能 并指澳洲以对相关可能性做好准备 澳洲会与区域盟友合作 试图维持和平 澳洲内政部次长裴祖洛4月25日 在澳纽军团日对内政部所有员工讲话时说 中共和西方民主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张 台海地区军事冲突风险加剧的背景下 战鼓的声音正在逼近 澳洲必须做好派兵出战的准备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吃短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